禁假期开启毫不意外的出行高峰又来了 大陆十一长假决不会有闪失的情况就是塞车 多显示高速公路塞成大型停车场 有人等到不耐烦干脆下车遛狗散步松松筋骨 还有部分路段官方派出无人机广播 叫等到睡着的驾驶可以醒醒了 警察 带死你一车坟 请正好准备 金坤高速 北京往太原方向 完全堵死了 以为长假前一天上路就没事 偏偏大家都这么想 以为自己是那个聪明的人 结果上了高速发现哥哥都是聪明了 我的天 这一片全部都是红的 高速公路红彤彤一片 有人形容像麻辣锅 也有人说像一条巨大火龙 官方错估七天廉价 会有超过15亿人次自驾旅游和返乡 有驾驶崩溃留言 一公里开了1.5小时 预计国庆期间 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 约为6100万辆左右 整个假期公路出行呈现出行总量大 流量峰值高 出行距离长 自驾需求旺 大陆黄金州除了塞车大考验外 多地气温骤降也让官方提高警戒 内蒙呼伦贝尔9月29号开始降下暴雪 导致上百辆轿车游览车受困国道 霍伦贝尔秋天第一场暴雪下的又快又急 积雪高度超过40公分 即便官方紧急出动大型机械和近百名救援队前往现场 还是有不少民众被迫困在大雪住了一晚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